大家好 我是李宝妙哥 前段时间由于朋友想买一台代步车 所以我就陪他逛了几家4S店 现在正好是每年汽车销售的淡季 先比于去年和前年的数据看上去 比起来都在出现明显下滑 而且我前段时间在看4S店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看的是丰田的车子 按理来说丰田的车子 按我以前的了解 其实在淡季的时候 他们那边接待链其实还算是可以的 但是我这个时候8月份去看 基本上人数很少 一个可能确实是天气的二 确确实实是大家可能都不太愿意出门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车子越来越便宜 可以选择车子越来越多 我们这个买车越来越容易 反倒汽车销量学越来越差 通过这个苗哥这段时间 大概4S店的观察以及分析 我发现第一点很直接的原因 就是新冠的影响逐渐开始显现出来了 尤其是经济大环境下行这么一个趋势 确确实是对我们的购车计划 产生了一些很实在的影响 所以整个买车换车等的数量 它就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 而且这一点呢 我从我做二手车的朋友那里 也得到一个印证 就是现在二手车反倒比原来 更好收和更好卖 大家由于受精震影响 对于买车和用车的预期 其实都在调低 导致根据性价比的二手车 反倒比新车更有市场 尤其是目前整个汽车制造行业 都缺芯片 大家都为芯片交错烂额的 所以某些乐销款的车型 由于没有芯片 导致这个供不上 甚至出现价格上浮的情况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目前呢 整个咱们国家的这个汽车消费 已经开始逐渐趋于这个理性 为什么汽车市场这个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呢 是因为这个大家口袋里面 突然间都富足了 一富足了之后 再加上这个车子价格便宜了 尤其是咱们这个国产车 整个价格拉下来之后 导致这个整个合资设计 国产价格都在出现 建价竞争 大家这个竞争一系列 市场这个车子 整个供应链比较大 这个时候呢 价格也比较值会 所以刺激了大家这个买车的需求 但是买完车之后 不少朋友都发现 可能这个车子在家里 停的时间 比用的时间多多了 甚至有些朋友 这个买完车之后呢 就出外界打工去了 车子在家里面一停停一凉 回来做电瓶都没电了 这个时候 在后续买车的时候呢 就先对更为理性 所以呢 我们过了第一波 汽车消费的港性期 现在呢 已经逐渐回归到一个 汽车消费的理性期 第三点呢 由于目前整个汽车的发展 出于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数领 一个变革时期 包括之前描给 跟大家这个提个醒 如果说你目前有车子正在开 车子没什么毛病 你正打算换车的话 我建议大家至少再等点凉 因为呢 目前汽车 从技术上来说 难有混动 插混 或者说存电 大家都没有说 只有很明显 很明确的抢先优势 再加上辅助驾驶 以及车上的这个影音娱乐系统 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子安全绘子 都处在一个大的一个爆发期 一个这个这个分数领 所以呢 很多先对比较理性的朋友 你在这个看了很多车对比了之后 可能就会逐渐的开始 抑制买车的这个冲动 所以估计有不少朋友 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 在进行这个观望 包括我自己 我也是观望 所以说我这个老花管 说了说是十几年了 我觉得这个他没毛病 看来挺好 我也想这个观望一下 等这个路线明确了 过几年 我以这个更少的费用 买到这个更高的配置 而且买到了后面几年 做不愧出现淘汰的车子 所以呢 也不排除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先对 理性客观的这个分析 包括等待驾驶辅助技术 说不定三天之后 到了这L3的级别 车子开起来 也就更简单了 也而且呢 更安全 所以呢 综合来看 以上经历呢 都是制约着我们目前 很多朋友买车的 很关键的因素 虽然说车是越来越便宜了 但是呢 我们变得更理性了 再加上外部大经济环境的影响 汽车的销链自然就没有前面几年那种紧喷漆 那种这么可观的数据了 好了 最后呢 描格也想这个问给大家 你这个不买车或者不换车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也像我一样觉得这个老伙计还挺好 我那个雅迪骑起来挺棒 至少他不煮车 我可以再坚持几年 到后面 我一更小的代价 可以买了更好的产品 最后呢 描格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先对这个理性消费 鉴定自己的买车的这种消费预期 毕竟呢 我们自己吃饱了 还得考虑到父母过好 孩子过好 大家都不容易